Hello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今天的死神人物制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绝对的女主,死神最强的辅助角色,锦上之机 锦上之机是死神的女主之一 是死神主角团中的重要一员 同时也是主角黑旗衣护的老婆 造型是一头橘色的长发 佩戴着哥哥留给他的 觉醒成为顿圣溜花的浅蓝色雪花状发夹 褐色的双眸搭配可爱的面庞 天生的傲人身材 让无数宅男都为他舍了妖 锦上可以说是整部死神中最为单纯的一个 性格方面有些天人呆 且常常做出一些残人所无法理解的无厘头行为 可以说是主角团的开心果 总是因为他的无厘头给众人带来了轻松以及欢笑 不过在天人呆的性格下面 锦上却是主角团当中观察力最为敏锐 且最为细腻的一个 他总是能在同伴出现危机的时候及时出现 也总能及时的发现同伴的情绪问题 并且给出安慰 特别是对于医护 因为喜欢医护的缘故 所以总能第一时间的发现医护的情绪问题 即便无法帮助医护 也愿意默默的守在医护身边 同时锦上也是主角团中最为自卑的一个 因为家庭的原因 让他总是对自己充满怀疑 觉得自己不配做任何的事情 总是在拖累着别人 无论在任何的场合 都不敢正面自己的优势 所以才会在虚圈篇中 因为害怕连累医护等人 而选择跟着乌尔齐奥拉前往虚圈 锦上自卑 天然呆却有细腻的性格也总是为他招黑 很多人都觉得 他心机过重 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博取医护的同情而已 根本就是一个圣母表的存在 当然 这也只是部分人的看法而已 锦上的能力 明幻顿顺六花 主要是通过他随身所佩戴的发夹中的魂力 巨线化来实现的 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 是属于玩线术的一种 锦上通过灵眼涌唱后 拥有六半花瓣的一对发夹 会巨线化成为火无菊 眉眼 莉莉 昌浦 顺英 以及春鬼六只巨线化精灵 通过六只精灵的不同结合 组成不同的招式 包括三天结盾 火无菊 眉眼 以及莉莉三只精灵 归位到逆三角的三个顶点处 组成一个逆三角形状的护盾 能够把敌人的攻击 给直接挡下来 是所有技能中 防御系数最高的技能 双天归盾 顺英以及昌浦 会合体展开一个椭圆形的结界 能将受伤的人 或者受损的事物 放进结界当中 进行治疗以及修复 这个技能 是锦上最为逆天的一个技能 也是他作为辅助 最重要的一个技能 不仅可以为人疗伤 修复物品 甚至连断臂断织 都能够促进再生 完全复原 格利姆敲被东仙砍掉的手臂 正是通过锦上的这一能力所恢复的 顾天斩盾 由春鬼直接化身成为利刃 飞出去攻击对手 在攻击完成之后 会瞬间变回发夹的形态 是锦上最强的攻击招式 不过经常被轻松破解 在小屋以及亚密入侵现室的时候 甚至被亚密直接毁掉 好在后面有赵田波玄使用轨道 才帮他把发夹重新修复 将春鬼救了回来 四天抗盾 由火无菊 美颜 莉莉 以及春鬼组成的三角追尸防护盾 类似于三天截盾 能够挡住敌人的攻击 与三天截盾不同的是 四天抗盾能在挡住敌人攻击的同时 通过春鬼发动反击 是锦上少有的攻防一体的技能 不过这个技能 也只是对近战的对手有效 面对远战的对手 春鬼可能就会被直接消灭 是优势与弊端都相当明显的一个技能 锦上出生在一个非常不和睦的家庭当中 父亲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 而母亲则是从事封城行业的女子 甚至连锦上是否存在都经常不记得 在他三岁的那年 无法忍受家庭暴力的哥哥锦上号 带着他离家出走 锦上也就此远离了自己的双亲 被自己的哥哥亲手抚养长大 在锦上上中学的某一天 正值青春期的锦上 因为哥哥买了一个发夹 他不是很喜欢 因此冲着哥哥发脾气 与哥哥锦上号闹起了矛盾 殊不知锦上号却在当天出门的时候 除了车祸 永远的离开了锦上 这件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锦上的心结 双亲失踪 唯一的哥哥离自己而去 独自一人的锦上 只能在远方亲戚的援助下生活 之后在学校认识了同校的龙桂等人 在龙桂的帮助下 逐渐脱离了孤独的生活 有了亲密的朋友 同时在学校里也默默的暗恋着医护 因为害羞与自卑的缘故 一直没能将对医护的喜欢表达出来 在路奇亚来到工作厅之前 锦上的身体总会无缘无故的受一些轻伤 这其实是锦上的哥哥锦上号死后 因为担心锦上而产生了执念 灵魂留在了现实 暗中保护着锦上 锦上看似一直受轻伤 但实际上是锦上号帮他躲过了无数的致命伤 在路奇亚来到工作厅的某一天 锦上出门买菜的时候 差点就被车给撞上 只是不知为何突然摔倒在地 避开了死来的车辆 正好被在附近的医护以及路奇亚撞见 路奇亚意外的发现 锦上的脚上有被灵体抓过的痕迹 在回家的路上提醒医护要注意 锦上可能被虚给盯上了 而就在当晚 锦上号便在看望锦上的过程中 被几只虚强行脱走 将其变成了虚前去袭击医护 医护在战斗中发现了对战的虚是锦上号之后 手下留情 让锦上号给逃走了 在锦上号逃走之后 医护与路奇亚一番交流后 发现锦上被攻击的可能性极大 于是便急匆匆的出发 赶完锦上家中 而此时的锦上 遭遇在锦上号的攻击下 灵魂脱离了身体 看着龙柜被虚重创 锦上也因为保护龙柜而受了伤 在医护与路奇亚赶到之后 亲眼目睹了医护与锦上号的战斗 同时也在锦上号的阴导下 发现了袭击自己的怪物 便是自己内已经死去的哥哥 看着医护因为不想伤害自己的哥哥而受伤 锦上在医护即将被咬中的时刻 即时冲了出来 抱住了自己的哥哥 向哥哥说出了那一句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对不起之后 便因伤倒地 锦上号也是在听到了锦上的对不起之后 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看到锦上一直带着自己送给他的发夹 锦上号选择了拿起医护的掌破刀 准备自行了断 而锦上也在路奇亚的简单治疗后醒了过来 正式的和自己的哥哥说了一句再见 弥补了哥哥逝世的时候 自己所来不及的道别 在锦上号自行进化之后 锦上也被路奇亚消除了灵体形态的相关记忆 重新回归到了生活当中 只不过经过这次事件 锦上觉醒了自己的灵世能力 开始能够看到自己身边的灵体 之后在医护与诗天的比拼当中 在学校被虚袭击的锦上 为了保护被虚控制的龙柜 觉醒了自己顿顺流化的能力 在精灵的指导下 先是用三天截盾挡下了虚的攻击 然后用双天龟盾替龙进行治疗 最后用孤天斩盾成功解决掉了眼前的虚 不过锦上也因为第一次使用能力 灵力消耗过度而昏倒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在蒲原商店当中 在蒲原的告知下 得知了所发生的一切的原因 在路奇亚被白灾以及链刺带回失魂界之后 当几乎所有人都将路奇亚忘记的时候 锦上记住了他 并在与医护的交流当中 鼓励医护前往失魂界解救路奇亚 在医护前去寻求蒲原帮助 取回死神之力的时候 锦上也是与茶独一起 在夜衣的特训中掌握了盾顺六花的使用方法 使自己能够随时使用盾顺六花的能力 在医护准备前往失魂界解救路奇亚的时候 与茶独以及石田一起和医护组成的救援小分队 在夜衣的带领下一同前往了失魂界 在成功潜入禁灵亭之后 因为掉落时众人受到冲击的缘故 与石田一起和医护等人分开了 遇上了七番队的第四席 连右死楼坊 在石田被击落到屋檐下之后 独自以仍与磁楼坊对战 使用古天斩盾进行攻击 却被完全压制 不是磁楼坊的对手 好在石田及时回归 用修炼完成的胡雀 秒杀了磁楼坊 才12人得以获救 击溃磁楼坊之后 为了更好的在精灵亭内行动 锦上与石田二人 禁运了两名死神 并且夺走了他们的死霸装 换上之后 伪装成死神在精灵亭内行动 在前往寻找医护的途中 碰上了前来捉拿他们的孽警力 在石田的掩护下成功逃走 却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十一番对对手 遇上了八千流 以及剑八等人 在一番交流之后 决定与剑八等人一同前往寻找医护 在与剑八等人一同前往寻找医护的途中 顺便救出了被关押在监狱当中的石田 以及茶渡等人 随后与众人一起 遇上了前来阻拦剑八的婆村 以及东仙 只不过锦上等人并没有加入战斗 而是在剑八的指挥下 与八千流一起 先行前往双击处行台寻找医护 成功在双击处行台外围 碰上了与白在结束战斗的医护 在成功与医护会合之后 换随着蓝蓝等人的叛逃 锦上等人的旅获身份也随之被取消 所以在禁灵亭内休养生机 在一切事情尘埃落定之后 将石田亲手缝制的裙子送给了路奇亚 然后便随着医护等人一起返回了县市 在破面片中 锦上与茶度早早便碰上了 因为招揽医护失败而被日式离吐槽的瓶子 在交谈中 瓶子意识到日式里说错的话 于是便匆匆的带着他离开 而锦上与茶度也感受到了 有两股强大的灵压出现 周围的灵体也被吸走了不少 赶到现场 发现了前来袭击县市的乌尔切奥拉以及雅米 为了拯救再强的龙柜 茶度率先出击 只可惜被直接秒杀 锦上随后也使出顾天掌盾想要攻击雅米 却被雅米轻松破解 并且毁掉了春鬼 惨遭重创倒地 被及时赶到的医护救了一命 但是医护却在战斗中突然灵压不稳 被雅米重创 幸亏蒲原以及叶一及时赶到 才救了众人一命 在以东斯兰为首的先前小分队到达县市之后 锦上両乱局暂时住在了自己家中 趁着乱局洗澡的时候 与乱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说出了自己因为实力太弱 无法像露西亚那样为医护提供帮助 自己感到非常的内疚与自责 在乱局的开导下 勉强找回了一点自信 在格列姆敲带着松鼠关入侵县市的时候 锦上在东斯兰以及乱局的保护下 并没有加入到战斗当中 而是在众人的战斗结束之后 为露西亚提供了治疗 在医护前往寻找剿面军团帮助控制须之力时 锦上通过自己敏锐的观察力 找到了剿面军团的大本营 遇上了正在修行的医护以及瓶子等人 因为自己顿顺六花的能力 与有召田波玄的轨道相似 在有召田波玄的帮助下 成功救回了村轨 使得顿顺六花的能力得以完全恢复 之后与东斯兰以及乱局一起 在三本总队长的口中得知了蓝人的阴谋 想要帮助众人一起战斗 却被蒲原告知他的实力太弱 并且是蓝人的目标之一 必须退出这一次的战斗 独自一人伤心的离开了蒲原商店 在门口遇上了正在寻找医护的露奇亚 与露奇亚在天台进行了一番交流之后 在露奇亚的鼓励当中重新找回了自信 只是两人的话还没说完 井上便被突然出现的日式里带走 前去帮助医护治疗 在完成治疗后 被露奇亚带到了失魂界进行特训 在特训的过程中 得知了破面再度袭击现世的消息 为了尽快前往协助医护 露奇亚先行出发 而井上只能在其他死神的帮助下 通过断界前往现世 在断界中 遇上了前来带他前往虚圈的乌尔齐奥拉 为了不让医护的人再受伤害 井上只能答应小巫的要求 戴上了特制的手环 让众人看不见自己 在小巫的允许下 前往医护家中向医护道别 只是这时的医护 因为在与格力姆桥的战斗中受伤 正在休养 井上在一番表白之后试图亲吻医护 但最终还是没能做到 在将医护的伤治好后 许下了武士只爱君一人的誓言 然后便随着小巫前往了虚圈 抵达虚圈后 在兰兰的要求下 治好了格力姆桥被东仙砍掉的手臂 然后便在乌尔齐奥拉的监视下 被软禁在了虚叶宫 期间兰兰虽然向他展示了崩玉 并表达了对他的信任 但井上次机也清楚 这不过是兰兰的计谋而已 紧接着 在与小巫的交谈中 因为小巫对于同伴的不尊重 而给了小巫一巴掌 也是在这里 让小巫对他以及人类的心产生了兴趣 在小巫离开后 害怕失从的洛莉 以及梅诺莉 偷偷潜入了井上的行攻 为其进行霸凌 在霸凌的过程中 被恰好赶来的格力姆桥秒杀 不过傲娇的格力姆桥表示 这不过是为了报答井上 帮他治好手臂的人情而已 然后便绑走了井上 来到了被乌尔齐奥拉重创 生命垂危的医护面前 格力姆桥要求井上治好医护 自己要与医护全力战斗一场 井上一开始虽然是拒绝的态度 但在医护的请求下 还是治好了医护与格力姆桥各自的伤势 让二人展开战斗 在看到医护虚化之后 井上想起了自己的哥哥 心里非常的害怕 医护追踪会与自己的哥哥一样 甚至都不敢面对虚化的医护 被身边的尼路教训之后才醒悟过来 明白了无论医护使用怎样的力量 他都是黑棋医护 不再害怕的井上 通过自己的呐喊为医护加油 希望医护不要死去 而医护也在井上的鼓励下爆发全力 成功击溃了格力姆桥 在格力姆桥被击溃之后 井上又与医护一起 碰上了第五时任诺伊特拉 被诺伊特拉的重属关戴斯勒控制 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医护被虐 好在在恢复原型的尼路 以及赶来支援的剑八的介入下 井上与医护才得以获救 在剑八解决掉诺伊特拉之后 井上又被第一时任史塔克给掳走 重新回到了虚烈宫 在蓝蓝的吩咐下 回到了小屋的监视当中 从这里 小屋开始与井上讨论关于新的问题 只是还没得知结果 医护就冲了上来 与小屋展开了战斗 在医护与小屋战斗的过程中 洛丽与梅诺丽又偷偷潜了进来 准备将井上拖走 只可惜被雅密撞见 毫不留情地击溃了二人 就在雅密准备解决掉井上的时候 十天及时赶到 从天顶之上战斗的时候 看着又一次被小屋在胸口开了一个大洞的医护 井上一句 救救黑奇同学吧 成功唤醒了医护体内需的力量 使医护变成了牛头形态 开始暴走 直接重创了已经进行二段归刃的小屋 并且不分敌我的对石田进行了攻击 好在小屋趁机砍掉了医护的牛角 使医护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才阻止了医护的暴走 井上看着小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自己说的那一句 你害怕我吗 女人 坚定的回答了一句不怕之后 想要抓住小屋的手却无法抓住 眼睁睁的看着小屋在自己面前灰飞烟灭 在医护与小屋的战斗结束之后 井上也是让医护先行前往支援路奇亚等人 自己留下来为石田疗伤 然后便暂时性的结束了自己在虚圈篇中的戏份 在蓝染被医护以及蒲原联手封印之后 井上随着石田以及茶度等人一起回到了县市与医护会合 共同结束了蓝染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在完线书片中 井上在感受到医护身边的不寻常氛围后 独自一人前往了医护家中想要保护医护 随着石田被月导以及银城砍伤 井上在医院从龙牵口中得知了 石田并非被普通人所伤的消息 为了提醒茶度小心 井上也是每天都前往茶度的住处送面包 在某一天回家之后 碰上了狮子合园以及月导 得知了攻击石田的人正是月导 在月导想要惩罚擅自行动的狮子合园时 冲出来护住了狮子合园 殊不知这是月导的阴谋 借用井上的善良 将自己终结之术的能力 置入到了井上的记忆当中 虽然毫发无损 但在医护以及茶度赶到之后 却在对话中脱口而出月导是朋友 连自己都感到了些许疑惑 在之后与茶度的通话当中 也是将这种疑惑告知了茶度 提醒茶度需要多加小心 在医护进行完线书训练的最后阶段 井上在茶度的拜托下 前往了医护训练的地方 帮助医护治疗因训练所受的伤害 并且看着医护完成了完线书 随着月导计划的顺利进行 月导再一次出现在了井上以及茶度面前 两人联手与月导进行对战 却因月导发动终结之术 导致精神崩溃而昏倒在地 在月导将迎城以及医护 迎到自己的宅地之后 井上与茶度意外地和月导站在了同一阵线 并且为受伤的月导进行疗伤 井上和茶度一起告诉医护 月导是陪伴自己长大的哥哥 殊不知这便是月导完线书 终结之术的能力 在砍伤敌人之后 能将自己随意植入到敌人的记忆当中 并知晓敌人过往的一切 被终结之术影响的井上 虽不愿意与医护动手 但是为了保护眼前的秀哥 还是选择了与医护对战 在医护被夺走完线书之后 不明真相的井上 看着前来处阵的失魂界众人 也是产生了疑惑 不过在月导能力的控制下 导致他和茶度无法动弹 好在蒲原以及异星抓住空隙 及时出手击晕了两人 才救了他们一命 在月导被白灾击溃之后 井上也是摆脱了终结之术的控制 在千年学战片中 井上在尼路来到县市求助之后 随着医护以及蒲原 一同前往徐圈查看情况 在医护与记录节战斗的时候 受医护所托帮忙保护尼路 在记录节开启完圣体 并且大量吸收磷子的时候 井上因为被吸走了部分灵子而受伤 在医护前往石魂界之后 井上与茶度一起 利用蒲原制作的通讯器 向医护报平安 然后便和茶度一起 前往接受蒲原的特训 为协助医护进行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 训练结束后 回到石魂界与医护会合的井上 恰好碰见了因为石田选择灭绝阵营而失控的医护 利用三天截盾 替医护挡下了石田的攻击 一番调整之后 与医护以及叶一等人一起 前往灵王宫阻止尤哈巴赫 看着被尤哈巴赫杀死的灵王 井上想要利用双天龟盾进行治疗 却因为灵王的特殊而失败 在众人与尤哈巴赫的战斗中 被尤哈巴赫所释放的冲击波击飞 在掉落的过程中 用三天截盾救下了众人 缓过来之后 与前来支援的格力姆桥以及尼路一起 藉由雪絮以及利路卡的能力 再次前往灵王宫阻止尤哈巴赫 在医护被自食量击倒之后 与查督一起准备同自食量战斗 却中了自食量的毒差点死去 索性被叶一所救 并在叶一的吩咐下 与医护以及查督一起 先行前往讨伐尤哈巴赫 在途中 遇上了哈斯沃德以及石田 得知了石田准备毁掉真世界城的计划 在逃跑途中 遇上了沉重的机关 在查督以及研究的掩护下 和医护一起 先行前往讨伐尤哈巴赫 只可惜两人完全不是尤哈巴赫的对手 上来直接就被尤哈巴赫秒杀 医护被夺走力量之后 井上的双天龟盾 甚至连医护的斩破刀都无法修复 好在银城以及月导及时干到 月导利用终结之术的能力 恢复了医护的力量 井上也藉由月导的能力 成功帮助医护修复了斩破刀 目送医护以及炼刺 前往诗魂界阻止尤哈巴赫 暂时性的结束了自己在千年雪战片中的戏份 在千年雪战片之后 井上也是和众人一起回归了现世 并且成功和医护结成了夫妻 拥有了自己的孩子黑棋义勇 在最后和众人一起 在观看茶度的比赛中 结束了自己在整一部死神作品中的所有戏份 纵观井上在整部作品中的表现 他其实算是相对完美的一个 本就不是战斗员的他 用自己的能力完美的诠释了辅助这一角色的重要性 让主角团的众人在受伤的时候 都能够及时的得到最好的治疗 只不过井上过度善良的性格 让很多人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圣母表 在整部作品中 根本就是一个脱油瓶的存在 在轩轩篇明明有选择不去的机会 却依旧让医护等人为了救他而前往虚圈冒险 而自己却只是在一盘观看 完全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 这样的种种让井上直至整部作品结束 都被负着圣母表的骂名 但实际上井上真的是一个圣母表吗? 我个人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过度善良的表现 因为井上从一开始 并经历了失去至亲的痛苦 经历了被校园霸凌的无奈 是龙贵的出手才让他脱离了这样的困境 也是龙贵的出手让他意识到了善良的可贵 才会在解脱之后 总想着对任何人都用最善良的心去对待 即便是自己的敌人也都温柔以待 在解释医护以及茶度等人之后 更是将这种无差别的善良表现得更加明显 而这种过度善良我个人认为 更多的是井上在遭遇一切之后 内心自卑的表现 他经历了常人所没有经历的事情 他好不容易拥有了朋友 他害怕这些事物再一次离自己而去 他害怕自己会重新回到孤零零的生活当中 他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朋友 所以他努力的将自己所有的情绪 都藏在了内心深处 只将自己的善良与笑容展现出来 无差别的对所有人好 正是这样的自卑以及过度善良 才导致了井上背负起了圣母表的骂名 假如我们都换个角度 当我们经历了井上所经历的一切 我们是否又真的能够做得比他更好 当然井上在整部作品中 一些因过度善良而引发的圣母表现 也是我们无法置之不理的存在 但是假如一户等人能够更好地去引导井上 而不是一味地去夸赞井上的善良 也许井上也不会那么的讨人厌 其实从整部作品来看 井上是非常幸运的一个 因为他所结识的这群朋友 陪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不管他发生任何的事情 主角团的每一个人都会保护着他 在潜入精灵亭的时候 石田不惜一切地保住了他 在虚圈的时候 医护不顾一切地护住了他 还有龙桂更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支持着他 他与医护之间的感情也在最终修成了正果 从一开始的暗恋到拥有了爱情的结晶 他们的感情与路奇亚以及恋刺的感情不同 路奇亚以及恋刺突破了阶级层面便是成功 而他们更多的是需要突破自己的内心 特别是在井上无比自卑的性格之下 显得更为困难 所以说井上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假如井上能够少一些看似圣母的行为 我想她应该会成为死神中最受欢迎的女角色之一 在视频的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放宽自己的心 去重新看待以及记住这位纯真的少女 井上之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